指揮中心宣布 下週可以違解封 但是臺北市長 柯文哲是認為脫下口罩 群聚吃飯最危險 應該要擺最厚 同時強調 目前臺北市的確診人數 還是多 這週應該是最重要的觀察期 而且從環南的攤商群聚案 疫調顯示 加護有很高的傳染風險 而柯文哲也指出 未來六十五歲以下的民眾 要預約疫苗 就使用中央的系統 指揮中心宣布 三級警戒再延長到七月二十六號 同時也對部分場館試圖鬆綁 有條件開放餐飲內用 臺北市具體要怎麼執行 市長柯文哲坦言 需要和各局處先討論 更強調這個星期是重要觀察期 北市府今日針對一般民眾 進行四千六百零六個PCR 找到了十六個陽性 柯文哲認為 透過大規模PCR檢測 徹底把可能感染源找出來 才有機會真正解封 而從環南攤商群聚案的疫調顯示 一家三代八個人 再加上一位應急移工 總共有九個人都確診 往來的朋友也可能是接觸者 市府從個案就發現 這家人常去一家便當店 借廁所 而便當店老闆和同住女友也確診 疫苗是防疫的重要關鍵 臺北市再往下開放 九號起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可以預約接種疫苗 和六十八歲以上長者 同樣在十一號可以接種 並且首度將花博針驗館 列為接種點 柯文哲表示 十六號起由政委唐豐設計的疫苗 預約系統將上線 未來六十五歲以下的民眾 要預約疫苗 就使用中央的系統 原則上要全國統一 因為疫苗在人家手上 沒有理由自己用一個版本 記者國產鑑城博裕台北報導